好 回到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一 我们的美食单元 这就是照例的一段时间 我们都邀请到 爱饭团的美少女团长 许欣怡到我们的现场来 为我们推荐好吃的 饿了吗 饿了吗 真的 饿了吗 饿了吗 饿了吗是 大陆的外送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外送 对 我没想到 我反应慢半拍 我以为这是你的梗了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 早上开车最怕 但是又期待听到我的声音 因为听到就开始讲到很多好吃 他们就说 天哪 开车公司路上 简直是折磨 我们也是 因为我们的美食单元 从一开始 也就是一个阴挫阳差 放在礼拜一之后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你是要折磨我们吗 听下去又好吃呢 又好像马上吃 那才礼拜一 然后到礼拜六又忘记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资讯 会PO在我们的粉丝页上 所以就不会忘记了 好 记得记得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 非常非常应景的啦 就是说 疫情当头啊 那很多的餐饮业啊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呢 像我跟郑立文就发起 这个抢救老餐厅 挺好餐厅的运动嘛 所以我最近也是吃那种老餐厅 吃到爆 但后来我发现说 哎 不能只有老餐厅啊 好餐厅也要去支持 支持一下 是啊 我们最怕就是疫情之后 我们所有喜爱的店都到了 那我们以后日子怎么过啊 真的 所以你要救你所爱啊 就是你爱什么东西 在这个时候去关心他一下 看他还在不在 他还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 是最最简单的啊 那后来就发现说 哎 当我去关心一些 好餐厅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也在 这个疫情过程当中 就是说 就想办法 以不变应万变啦 就是也想办法能够 突围而出 像埋照 我前两天去擦 因为很久没吃他的卤肉饭了 我还玩他的卤肉饭 他也在做外送便当了 所以他们也开始去想办法 虽然呢不至于说像有一些老餐厅说已经到了快要倒啦 这样子 但他们也其实会经历的有点辛苦 那另外的话呢 像我朋友就跟我说 他很喜欢吃苏行 苏行他很早 他不但是做外卖的便当 他是已经到信义计划区的做快闪 你知道吗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他 所以愿意去 其实我觉得 他第一次才去做这些事情 刚刚开始大家觉得可能疫情是一个一时的事情 但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后像你做的那个后疫情时代的思考 我觉得的确是 接下来国际的观光客一定会大量的减少 真的 所以这些餐厅他必须要想 其实现在是应急 但是可能以后是常态 没错 必须要做这些应变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来提几个 就这些餐厅 他可能本来是米其林星级 可能非常多的观光客 到台湾来都会来朝圣的店 现在要怎么样来解救自己的这样的状况 当然这个状况可能也会是持续下去 但是我也蛮佩服这些餐厅的经营者 的确是做了更深的思考 真的我觉得第一个要放下身段 第二个的话 你要去思考一个疫情过后的可能的新常态 就是上你可能花点心思 可能一开始像是在星级讲应急 可是再下去搞不好会成为你的另外一种通路 另外一种销售管道 其实未必不好 而且他可以接触到年轻人 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些餐厅 有些是老餐厅 有些是非常棒的新级餐厅 年轻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跟你有距离 但当你开始主动出级 你又外送你又外卖 你还甚至主动到这个上班的大楼里面去 然后跟你做快闪的时候 大家就会认识你 所以过了疫情之后 可能他开始就会主动到你店里面去了 我觉得在branding上可以做得更好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 这些新级餐厅呢 从云灯上面呢 仙女下凡 他们也做外送便当 那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我觉得在这波疫情里面坐好坐满的 就是山海楼 米其林一星 然后当然大家知道 其实原来山海楼因为是台菜 又是这 大家知道他的装潢啊空间都非常好 所以他其实很多观光客是我们的外交 是没错 因为很有味道嘛 很有风格 对对对对 但这一波他们当然就首当其冲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做全台北的外送 他们自己送不是外送平台 OK 他们自己送 找多少人力 对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他们品质 品质 交给外送平台 过程当中 而且外送平台其实大家也知道 戳成很高 对 这点真的是要讲 这个到底有没有办法 可以让他降下来 或者说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不过市场行规 可能现在很多人需要 他就觉得他可以不用降价 没有 真的太高了 我觉得餐饮店好好可怜哦 但是外送平台也没有再 也没有赚很多钱 真的吗 所以大家都那么苦吗 是难度是 要抽三成 虽然我听说是基本 三成是基本 对不对 三成是基本 对对对 所以你说如果这个店面 这个餐饮这个商家 本身不够大 利润不够高的话 其实是做不出来的 怎么抽三成啊 所以他们一开始 就是他们自己送 外送 大台北地区都送 包括什么新店的 什么都送 这是最早做的 然后开始呢 大家就外带七折八折 OK 这就让大家可以来外带 或者外送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做便当 他们的便当 其实现在非常受好评 因为呢 他们便当没有再随便做的 不是什么 他的便当的主菜 有他的招牌炒米粉 有骨鱼子炒饭 还有樱花虾 那个吹饭 这是三个的主食 然后配菜更夸张 他有山海拼盘 山海拼盘 平常通常五个六拼 对不对 他在山海拼盘可能就三拼四拼 而且菜色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啊 就是他的 像你记得 就跟你去那边吃那个菜色 是一模一样的 对像他的有一个很厉害的菜 叫三色蛋中卷 你记得吗 超费工 他把那个三色蛋的那个材料 塞进中卷里面 然后切薄片 像这个是便当里有的 这样子啊 OK 所以这是顺功夫 对非常功夫菜 我上次看到一个 我猜真的 我猜真的觉得惊呆了 你还记得 他有一个菜叫蒲瓜风吗 我们都开玩笑 叫做台菜里的LV包 就是把蒲瓜跟红萝卜 非常薄片 然后十字边边的像一个 我还拍了照 你这样讲我印象 然后下面有那个 菇类的一个炒的一个料 他在便当里有 他做成包包的那个 在便当里也有 便当里有一块 就是那个蒲瓜风 真的吗 所以是真的就是把具体而为的 个人套餐放在他的便当里面 所以这便当的反应非常的好 真的 可是这样听起来的话 价钱应该就不便宜 对不对 可以讲价钱吗 一个range吧 因为大家如果我们要知道 是不是一个社会现场 300多块 对对对 好 这个这个是 但这个你就觉得 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对不对 然后当然也非常多人订 他们好像还送 会送到卫福部去 就是给 给他们就慰绕这些 辛苦的工作人员 哇 这超厉害 就是送去 你说我们那个防疫中心 每次开记得会 对对 对好 因为现在只要是 阿祖部长吃过的 不都是水涨船口吗 没有没有 默默的默默的 好默默的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还跟全家做了一个 联名的商品款 哦 就是说等于把这个做到极致 就是你刚刚讲的 让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一般消费者看到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 但是呢 会跟他们的便当 或有点不同的就是 因为全家的就没办法用 完全的有机食材 哦 因为有机食材 一个是量也没有那么大 一个是可能在价格上 也没有办法这么的亲民 所以但是他们还是做了 像花椒鸡汤 你能想象花椒鸡汤 在山海的花椒鸡汤 在全家便利商店出现 他有汤啊 有汤 有汤 所以便当还附汤 然后有竹笋米饭 然后有炒米粉 然后还有芋头粥 嗯 这些东西都在全家出现了 而且听说现在都是各品项的 销量的第一名 嗯 那就很不错啊 所以是不是做好做满 所以变成说你的心急大厨 出现在便利商店里面 海报也出现在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削头 那当然很难 你在便利商店 你说卖一个东西 要卖到三五百块 这个当然不太可能 所以当然就是百元以内 真的吗 OK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刚讲的 山海楼 目前听起来就是很 很积极 很主动出奇 很积极的主动 都在做这个外送外卖便当嘛 所以它的价格的 range 大致都是落在这样子 一个几百块 是不是 目前还没有破欠的 目前都是几百块 但是有 吓我一跳 有一个和牛的便当 就几几乎要到欠了 哇 OK 但是那个和牛的 我们刚才告诉大家 客数跟那个价格的话 其实跟你在他的店里 买生肉的价格差不多 甚至还更便宜 所以基本上也是佛心来的 对 这样子 有人在那边买生肉 就买肉回去自己做 就他的肉 不是 就是比如说 他那个和牛便当 比如说一百 一百二十克的肉 他卖你这个价钱 可是如果在那家店 卖这个等级的和牛 一百二十克的肉 可能也是这个价钱 所以就等于说 他帮你做了之后 还送你其他的副菜 还便当 还外送 但是其实价格 跟生肉是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 OK好 那所以呢 看起来因应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大家都在 穷得变变着通了 都在做 那OK 我们刚讲到 跟这个山海楼概念 有点像的 很具有风格性的 另外是金华故宫也是吗 金华故宫也是 对不对 故宫金华也是 现在就是 但是他这种 就是很很很观光客 很吃观光客的 就观光客不来 所以你真不晓 怎么办才好 可是故宫金华 我觉得他们也非常有诚意 因为他的厨师 原来当然就是故宫宴 有很多就是在呈现上 很精致的菜 但是其实他的老月菜的底子 也非常好 所以他这次他的便当 就很有特色 他都是一些老的月菜 然后这些月菜 就是平常在便当是吃不到的 因为我们便当 那就是鸡腿啊 排骨啊 这东西 没有 像他有什么 屎椒 炒牛肉 这东西你哪里便当 菜吃得到 可是我在看到 就是说 欣盈要跟我们聊 就是哪些星级餐厅 也出便当的时候 我本来很期待说 故宫金华 那我可以在这边 一打开里面 吃到呢 故宫炊玉白菜 还有三层肉 有没有 炊玉白菜放在便当盒里面 犹如我们的国宝吧 它是完全是口味取胜 我那三层肉也没有吗 它有蒲汁鲜鱼 还有金沙鲜干贝 还有红酒羊排 有慢炖牛小排 是不是菜色 都是便当吃不到的 是是真的 OK好 只是吃不到故宫国宝就是了 吃不到国宝 国宝在心中好没有 对我刚才 弄不打开 故宫国宝的样子 就在我们的便当里面 哇这个噱头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相对起来 故宫的便当是很好吃的 嗯 听你这样讲 他的那个料理 其实是很厉害 对而且他其实只要680块 你只要大概四五个便当 他就已经负责限定区域的外送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在那个北区 你说总金额只要超过600多 他就可以帮你送 他就帮你外送 哦 老实说比很多便当店的外送金额还低 哦 也是放下身段 对啊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 嗯 不得不也必须要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考验企业 你有时候如果还跟在那个地方啊 高高在上代表的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有看到这个局势 而且你的弹性跟你的灵活度可能都不够 对像像这些事情啊 我觉得老实说 老板会赚钱吗 我觉得其实不不不不见得会赚钱 但是会让至少让他员工留下来 对啊 对不对 至少让的现金流是OK的 让员工留下来 让员工有点安心感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老板 有时候真的为企业着想的一个 或是帮员工着想的一个心情 对啊 而且我就是一种经营的态度 如果说你都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反正我自己的口袋现金还在 其他的地方 我就是文崩不动 八方不动的话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真正啊 就是考验 因为企业真的是一个活的 活的东西 在不同的阶段应该要展现不同的精神 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是故宫精华 虽然没有三成肉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的便当的菜色 是很特别的 而且这个是很精彩的 好 那么要休息了 再回来继续聊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爱饭团的美兽女团长 许欣怡来聊天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呢 在因应疫情 看到呢 大家都想尽办法 这个主动出奇 能够呢 展现出更大的灵活度啊 也趁这个机会 我真的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啊 在危机当中去跟争取更大的客群 然后呢 借这个机会打出更多的通路啦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米其林五星级饭店都这样做 都这样做 而且其实很好玩的是 大家虽然不去餐厅吃饭 怕群聚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吃饭呢 大家还是想要吃好吃的 尤其是疫情的期间 可能心情不好 你更想要吃一个好的东西来疗愈一下 大家已经开始在餐厅里有聚餐的比较多 但是还是有些人比较紧张 尤其家里有老人家的 还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点 好 那接下来 有一个也是Mission Impossible 大家觉得什么东西是不可能装在便当里的 烤鸭 真的 烤鸭便当厉害了吧 可是你这样讲真的有道理 为什么不适合装在便当里面 便当盖起来之后它就会有蒸汽 然后它就酥酥脆脆的东西就会不够酥脆 但是烤鸭有不同的吃法 像这个华太王子的九华楼 他们当然本来就是烤鸭出名 那你不能群聚那些鸭怎么办呢 鸭子很可怜 所以他们推了烤鸭便当 这个非常受欢迎 听说现在要排队 它的烤鸭也是三吃 它有一个就是鸭寿司饭 它就把那个鸭皮 做另外的一些处理 然后有一个炒鸭松 酱炒鸭松 那个也很下饭 还有一个葱姜炒鸭骨 就像我们三吃一样 炒鸭骨才下饭了 对 所以是不是三吃一样 可以放在便当里面配点米饭 那你这个鸭松 那鸭松还有附底下 那个青菜脆脆的吗 没有啦 就没有了 对不起 那个就脆脆的就不然 就放进去了 不过鸭松也比较少 因为其实在烤鸭三吃的时候 鸭松就不一定是配生菜 它可以当成是一个配菜吃 对对对 那那个鸭松呢 我自己买完之后呢 我还把它留下来 因为其实光那个 寿司饭跟那个鸭骨 它会还配另外一个炒青菜 其实够配 那个鸭松啊 留下煮个米粉 好吃的不得了 这样子 对 鸭松煮米粉是好吃的 它那个有点油脂嘛 有点青菜 自己再下个米粉吃 或下个面吃 或做干拌面吃 又是另外一餐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烤鸭鸭 便当是有卖点的 我觉得更是物超所值 就是你可能不只当一餐饭吃就是了 你可以好好留下来 对 而且是真的很难想象烤鸭 可以放在便当里面 因为我觉得也不同的 就是说这几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家新鸡餐厅 他们的便当 基本当中都是前一天订 然后现做现送 所以它没有以前那种便当做好 要放在那里等着被买的 那个等待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现做完 马上就取走或送走了 所以其实你吃到的时候 常常都还是温热的 像我那天吃到三海螺的草米粉 对不起 真的还很汤 真的啊 对啊 所以你刚刚也讲到 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比如像三海螺 他自己搞一个外送的团队 就是他要确保他的品质吗 因为我相信 我们刚刚虽然讲到这么多 就是说他必须要有阴影 必须要够灵活 要有弹性 但他也绝对不会希望说 他的这个品牌 在外送的过程中搞砸了 不行 对不对 当你认识他的时候 那三海螺我吃他的便当很难吃 这怎么行 开玩笑 这个真的 这个可能就伤了 所以这个要拿捏 这个要做得好 真的很不简单 其实每一个品牌 都在拿他的品牌的整个credit 在跟这个做这个品牌的这次的外送 跟新冠病毒拼了啦 是是是 而且像我们等一下还会讲的 像有一个也是米其林型的餐厅 Longtail Longtail像以前是 真的只开晚上 中午都没有 Longtail是吃什么 Longtail是一个Fusion的餐厅 林明健的餐厅 对对 然后很好玩 Longtail其实很Fusion嘛 他有很多的创意的东西 但是他的便当呢 反而回到了主厨最拿手的 他是一个香港人 他做烧腊 做鸡排 他那个烧腊便当是好吃的 那个烧腊 真的 烧腊是非常有水准的烧腊 对对对 哦 你这边讲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 其实他可能这个餐厅里面 他是这种风格 但他在他的外送便当的时候 他去走出另外一条 对 因为像次品牌 或是另外一种路线的感觉 Longtail原来的菜色 说真话 你要想说 他原来菜色做便当 不像山海楼 其实它是给具体而为 没错 台菜啦 或者什么的 他没办法 他的菜太复杂了 而且老师说 那个菜名 大家可能看了 也不知道怎么吃法 就非常有点 有点戏剧性 而且很多 创意 很创意的部分 但是没关系 竹竹的基本功在 所以当他开始 做他的烧腊 做他的鸡肉的时候 还是非常好吃 对 而且很好玩 Longtail呢 我就想说 那你 你还是一个Fusion餐厅 你如果只做烧腊便当 你不是跟你们家 街头巷尾 那个斩鸡的大叔拼了吗 当然 当然一个风味不同 第二个就是 他配菜上 他就搞了一些 他的配菜 反而非常台湾化 他的配菜有什么 有桂鸟 有山苏 有台湾的茶香的 那个 唐心蛋 所以就 他在这个部分 也还是有点Fusion 我觉得这就好玩了 这个其实真的是 完全是主厨埋的梗 那真的一定要 那否则的话 你刚刚讲有道理 因为我想说 当如果知道这个 Longtail的 知道他出了烧腊 可能会觉得很新鲜 但如果不知道 他是一个那样的一个餐厅 没有品牌的终成度的时候 想说 烧腊 那跟我家隔壁 那个巷口那样烧腊 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 他的烧腊 直拼二三星 像一共那个等级 真的 他的叉烧真好吃 叉烧真好吃 那个肥瘦真好吃 所以我那天是吃完烧腊之后 我就整个买单了 后来才发现 怎么青菜 好像还有故事是吧 OKOK 真的很不错 OK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可以吃到烧腊 所以我们刚才从 比较适合台菜 Fu跟观光客喜欢的 山海楼跟故宫进华 已经聊到了 比较是越式 烤鸭啦 但是说实在话 黎明健从 可能从来没想过 他到台湾回来做烧腊 因为他一直也是 意大利菜 法国菜的背景 对 做Fusion的背景 然后在台湾 现在有好几家餐厅 但是他真的从来没想过 真的 疫情也让他 重新回到 重操就业吗 对 那另外一家餐厅 叫做Wildwood 在新光三院里面 是做烧烤的 那家餐厅 也有他的自己的便当 你看 他还要想 他还要想 不同的便当做出来 真的耶 那烧烤的 就吃烤肉 他有烧烤的便当 有烧烤的便当 对对 这样子搞一搞 这个便当的选择件好多 是不是 这部背景底下 我如果是想说 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比如说高级餐厅的便当 评选的话 可能一排排不完 真的是 我就一定排不完 而且好精彩 一定排不完 而且连他们现在装便当的 这些餐具跟盒子 都跟我们以前便当店 有区隔 就看着可能更精致 或者更有设计 更有创意一点 像以前我们便当 可能就是 汤汤水水 饭到下面都湿湿 对 像这些主厨 以他们的古墨个性 是没有办法容许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们的便当 都非常的凹凸有致 这样讲会很好笑 有点好笑 我过来还想到说 那可不可以回到以前 那个古时候 我记得我去外婆家 阿嬷家的时候 都还有 一层一层的 拎着那种 好像是要去 那个妙门进香的感觉 听说有几家 在研发这个东西了 超有古早味 又很改 干湿分离不是吗 还有那个 像浴室那样的 一层一层 像抽屉一样的 是啊 听说已经有人在研究了 八宝阁 不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这个很棒 但是以前是在店里吃 现在听说在外面 他们也在搞这个东西了 看见拎着 可不可以 你就可以留在家里面 当便当用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可以插一下 这件事情呢 现在可能 疫情比我们更紧 像像日本 我们不是像爱饭团 认识很多米其林的大厨 他们最近也 其实这些大厨们 也都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日本人做起来 就当然就你知道 那个makeup更多 是 我那天看到 像斋藤三星的住处 他的那个 不是清空 清空 他的那个便当呢 就还有太卷寿司 还有鸭寿司 但是价格还是非常的惊人 像虎白 三星的虎白 他的一个便当 现在是两万五日币 其实跟他在店里吃 差距不大 所以这个讲到最后 就发现了 这个人 这个人的天性 爱吃的就真的还是爱吃 所以呢 只要东西够好 他花出对等的这个金钱 他也愿意啊 所以要跟大家讲 我们的便当 其实就算是这些心机大厨 还是价格非常的 还是很亲民 还是很亲民的 听到两万五日币妹 哈哈哈哈 OK 我们现在再回到现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爱饭团的美少女团长 许晶怡 来聊 外送便当 在这个疫情底下呢 那大家可以选择的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啦 不见得你可以餐餐都要吃 这样的一个价格 你可以穿插 但听起来真的是 你平常可能没有机会去吃到这些米其林餐厅 或者五星级饭店 如果他们的品质真的不变 而且价格比你去那边吃便宜一些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以前我们要去吃这样的餐厅 都要招呼朋友 你班要找好多人 对不对 你现在可以一个人吃一份 你可以具体而为 对不对 你一个人怎么吃烤鸭 现在可以吃个烤鸭便当 真的吗 是不是 可是事实上 现在大家也很流行 在推动一人烤鸭 我也觉得反正总而言 现在花样越来越多 艺人烤鸭 到底是吃胸还吃腿呢 真的啊 好犹豫 对不对 OK好 所以我们刚刚竟然讲到 你看烤鸭 那讲到了这个烧辣 那讲到了有烤肉串 对这是Wirewood的 所以便当打开 你觉得好像配啤酒 它是有熏制牛肉串 鸡肉串 然后鸡肉串配西班牙 番茄饭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 是不是 对 就是用它的精神 但是还是用一些不一样的程式 对啊但我觉得买到这便当 其他人应该要来杯啤酒吧 就配起烤肉串来了 绝对可以的 绝对可以的 真的好 所以呢不止 刚刚讲到这个叫做Wirewood 有这样子 干杯 干杯 干杯也就是吃烤肉串啊 干杯不是烤肉 干杯是整个牛排啦 烤牛排吗 牛排烧肉来 是是烧肉 然后它的便当其实有一个叫做 A5和牛的便当 这是我们今天的便当里面 应该是价格最高的 但是我们刚刚也解释了 它的价格高 其实跟它的肉的价钱比起来 真的真的是超便宜 它真的便当也需要做到和牛 真的好奢华 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考验 和牛呢 第一个它有些比较高嘛 所以你的烤的熟度要 而且还要在温度刚刚好的时候吃它 这个真的很考验 你知道吗 现在有些肉啊 真的我觉得和牛真的它比较焦嫩 你去譬如下我们在我们去 我们就算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吃法 你算它所以你都还要去抓它 说你拿起来之后 它温度会继续上升 对 所以它的熟度会继续上升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算进去之后 还要到达说 它的软嫩刚刚好 所以它要去计算说 我今天这个和牛的烤肉烧肉 放进便当里头 它继续熟成的过程 送到你的桌上的时候 这段时间也不能让它过老啊 是啊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所以蛮大的挑战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它 我觉得他们是来树立一个高度 就是A5和牛可以做便当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想是 应该是全球创举 日本人应该可能都不觉得 不太愿意会这样做 那这个便当里面呢 它还是有 就是酱汁啊 这东西都配好 所以其实是 我觉得这个反而吃起来像 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它到的时候一定不是太烫嘛 因为不是烧肉 所以其实是像吃一个和牛的尼尼尼 就是我其实我很喜欢吃和牛 是这样的方法 就是把和牛烤到一个刚刚好的五分熟 七分熟的时候呢 放一点芥末在肉上 然后夹一口饭 进去一点点的酱油 其实有点像尼尼尼的这样的吃法 其实很美味 对 它这样的油脂很富豪 很像吃那种鲑鱼大腹的感觉 嗯嗯嗯 这是好吃的 嗯 那它也是这样子处理的嘛 所以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饭 有饭 有饭 也附 也附哇沙比 也附那个烤肉酱 然后有一些那个配菜这样子 青菜配菜 然后呢 这个呢 它一个和牛便当里面有120克的和牛 所以我刚刚讲 真的价格是非常惊人的 120克大概是多大片啊 120克 如果现在一条一条的话 大概有六七条 哦 我在看这个照片 这个蛮大的耶 是啊 是啊 绝对是肉食动物的天堂 哦 是耶 而且这烤起来看起来 我肚子饿了 是耶 真的还蛮饿的 哦 它这个 嗯 就吃和牛来说 这样就够了 再多你会觉得腻了 我觉得这样很 很 很 我其实平常还吃不了这么多和牛 对 因为我像我吃和牛 嗯 大概你说一片 两片 我觉得差不多了耶 嗯 但是这个是和牛 是它的最顶级 它也有一般的烧肉便当 就是肉片 那应该就平价多了 也有也有 对对 所以就是各个不同的等级 因为它本来就是个集团嘛 干杯就是个集团 对对 所以就推出各种的 但我觉得这个对爱吃肉的人来讲 绝对是一个福音 很幸福的选择 而且它配菜看起来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然后它有些甚至还有配 西班牙的伊比利猪的火腿 嗯 所以就是各种肉食的 肉食天堂 可以整个加进去 嗯 OK 我觉得现在这个吃便当 吃便当可以吃到这样子 是不是 因为疫情中的幸福 而且它的烧肉便当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笑的 这个也是考验人性 你只要加一百块 烧肉的便当 它肉量给你加倍 要是你加不加 加倍的话 真的就加 是不是 真的真的 他也拼了他 当他问的时候我就想说 这加完不吃完也要加 到底加一倍是多少 真的真的 拼了带回家也好 做另外一餐 是不是 你看这个 这个精打细算的 这个妇女们 是不是 连妇女都加 你说男生会不加吗 真的 OK 这个所以烧肉 我觉得烧肉跟烤肉 也是以前觉得便当 不会出现的东西 对 对不对 和牛 疯了 对 现在 我们在想问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装在便当 对对对 我就在想 OK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 从台式 然后到这个 广式 然后到现在讲到的那种 烧肉 烤鸭 烤鸭 都可以进入便当 泰式 泰式 我看到你要讲这个泰式 泰式 要是我 有的 有的 夏天到 有的 酸酸甜甜甜辣辣的 泰式太棒了 是 对不对 泰式便当 这个泰式呢 其实是 台北我现在最喜欢的一家 泰国餐厅 叫棒 B-A-A-N 他其实是 泰国的一个主厨 Chef Dong 他在台北的一个分店 跟我们的 那个Richie 就是慕美的主厨 一起的 然后Richie也很可爱 Richie呢 他自己现在 好几家餐厅 包括慕美 慕美其实受影响最大的 但是他觉得慕美 那样的料理 是没有办法做外送的 他的慕美一直坚持着 但是像他的 那个牛排馆 La Bon 跟他的棒 就开始做外送了 对 棒我们好像 这里面介绍过 介绍过 不过你刚刚这样讲 所以你说像慕美 他就很坚持 可是坚持那怎么办呢 我都在想说 但是慕美 其实客人慢慢回流了 这样子吗 对对 因为他这菜真的很精彩 而且他才一新 而且价位上也非常合理 所以他的客人 就慢慢回流 因为他觉得像慕美那样的呈现东西 他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做成 但是他当然有其他的餐厅 可以做一些互补的作用 如果说有回流 当然就是 所以代表就好餐厅 真的还是 还是就是 只要 我觉得就是疫情的关系 只要这个主角 或者这种担忧 一没有 其实他就会回来 就比较不用担心 还有也跟慕美 本来的经营方式也有关系 因为他座位数 其实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里面的人员的部分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没那么的 相对安全 对对 你可能进来之后 对了解 好 那其他地方 那像泰式 泰式他 他什么东西可以放进去 什么东西不能放进去呢 他都有 而且他那个便当 基本上 刚开始是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招牌菜 叫做泰北的红烧肉 那个泰北红烧肉是带定点酸的 那个其实对很多台湾人 都非常喜欢那道菜 那道菜刚开始就是做成他的 五间的 就是午餐的special 那现在其实在他便当里面 就各种东西都出现 月亮虾饼 有的 有吗 哦有 他他他他他不叫月亮虾饼 月亮虾饼是台湾人做的 是是是 他有更正宗的虾饼 啊真的 更正宗的虾饼 那当然棒很不一样的就是 他基本做便当 他还是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就是他所有的香料 都是现模现做的 所以就是跟我们在吃那种 一般的泰国便当 只有什么的 九层台打泡肉 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吃一个凉凉的 酸酸辣辣的 当然里面还是一定会有什么木瓜丝啦 这些东西还是会有 就凉拌的那些 对对 但是是非常够进够味道的 嗯嗯嗯 真的OK好 所以呢 你看这这些 呃外送的便当啊 虽然都来自于这种看起来呢 大门大户啊 这个大家归秀的样子 但是呢 真的使出招数来说什么都有哎 啊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来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美少女团长 许欣怡来聊天聊疫情底下的这些五星级的餐厅 还有米其林的餐厅呢 都开始呢 呃 这个硬碰硬 开始做出呢 这个外送便当啊 我最近有在跟朋友聊天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一波而下来 然后包括呢 这些外送的平台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方便嘛 就连你平常啊 其实可以不要叫便当外送的 都开始叫起来了 就人呢 就越来越不出门了 请叫我UberEat女王 是不是 因为我刚刚一直 我们在广告上 我在跟心里聊 他就讲说 哦 他吃什么汉堡也 UberEat的 吃什么也UberEat 我就想说 其实平常你会 可以走出去的 但因为现在才太方便了 然后有太好的理由了 疫情呢 所以呢 没有啊 平常还要换衣服啊 还要干嘛 是吧 是吧 还要化个妆了 还睡抖一下啦 所以我就在想说 后疫情时代啊 会不会呢 很多东西呢 新常态 其实本来呢 照理来说 回到正常的话 大家就出去吃东西 后来呢 等到大家被娇生惯养惯了 我看米其林都可以在家吃 我该把他出去吃东西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家说 有什么东西不能送的 我就要问了 有什么东西不能送的 大家想想看 牛排 不能送吗 照送 登登 而且一送就是我们厉害的 那个A卡的 就是应该是台北最有名的牛排名店 A卡真的很有名的 很有名 吃的时候是几个月前 然后呢 那个厨师的老婆 很爱听我们的节目 很爱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呢 吃完之后呢 他还送上他的非常澎湃的甜点 他甜点也好吃 各式各样的巧克力 好吃的不得了 我那天实在是 啊 这个据点 超完美 不只是完美而已 超超完美 所以牛排也好吃 甜点也好吃 真的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真的 真的 卧虎长龙 但是我可以在那边插一个吗 我觉得其实主厨林威廉 他牛排当然做得好 而且他对选肉 已经选到一个炉火纯青 但是说实在话 我就说 你是不是被牛排耽误的法菜主厨 他其实菜做得更好 我觉得 对 他菜就很好吃 没错 我同意 他就不只牛排 细致度这些东西 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真的 但是因为没办法 牛排馆的名声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他连甜点 我真的都很惊艳 他甜点也做得这么的精致 对啊 OK好 这个也可以外送 好 来来来 我真的说有什么都不能外送 这个古墨的林威廉呢 他做牛排外送 他也要做到一个程度 他说他已经 他说他熟度上会抓深一点点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客人 在外带过程当中 可能会 要 可能要到30分钟到40分钟 熟度会增加嘛 熟度会增加 但是同时呢 他在 其实本来牛排煎完 就要稍微休息嘛 就要休息 所以他把那个时间也算进去 你知道吗 整个就好像按了马表 在那边计算 他会算的这个时间刚刚好 所以到家手已经没有血水了 但是呢 为了这个 他就不切 他一切 血水就会流出来 对不对 他都算好的 就是让你在家里切开的时候还是最好的状况 OK OK 那当然这些配菜的事情他也会处理得很好 包括他很喜欢吃他的那个奶油玉米啦 他都处理得很好 而且甚至他连那个装牛排的餐具装那些配菜的餐具都是一组一组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做到整套要不然他们也不也不敢推出就像你讲的人家说啊 他看起来就这样 他输不起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看就趁着这一波 大家也输不起 然后大家也必须要去绝处逢生 我觉得就是可以真正好好的试试看 如果说你平常有想要试试看这一些新奇的啦米其林的啦 但是可能没机会 或是说觉得这个价格你很难出手 现在因为要外送相对来说真的会比较便宜一些 对 然后呢 他很好玩 林温蕾森姿他在那个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还讲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住得很远 到家里牛排已经真的冷了 他有要复热的方法 他就说先把那个牛就是牛排先切开来 中间先切开来 化开油腥跟筋膜之后呢 锅子加热 但加热到微温不冒烟 你看这些新技术 放一点橄榄油 放入牛排 一面煎20秒 哇OK 这样就好了 对 把那个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我觉得其实这些主厨虽然让你把东西带回家 但是他们的心是跟着你一起回去 那就是很紧张忐忑的心有没有 万一搞到你怪我不是怪你自己 譬如说有些人 自己明明厨艺不太好 要是我 对不对 都算是那个牛排管 那个牛排军舰烤老了 对不对 你说我们刚刚讲像山海楼的炒米粉 他们其实都试过在什么样的温度下 会出现最好的状况 我真的觉得会紧张 对 所以其实真的厨师一颗心是跟着你带回家的 真的真的 怕你吃哪一点不满意 对 而且像那个UberEat 其实现在蛮街跑对不对 然后呢 万一红绿灯多等了一下子 或是他万一整个过程当中一不小心摔倒出点 好我们刚刚讲了好几个 好几个都不教UberEat 他们都有自己的系统自己玩 对对对对 自己系统 因为他们甚至他们很怕就是有时候在那个外带箱会串味啊 就是味道 如果今天有人叫了一个臭豆腐 你叫了一个 哎我有一次就是叫到鼎泰峰的有豆腐细粉有臭豆腐味啊 真的哦 因为因为那个细粉一定是另外一包嘛 可能就是那个外带箱里面可能有 同一个路程上刚好有人有臭豆腐 是啊是啊 因为他可能要送好多户人家嘛 对对这也是外带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基本上都不太 都大家都不在外送品牌上 他们自己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外送的团队 对对对 如果这样的话反而更确保你的东西 是品质真的是很纯粹 所以我刚刚讲说厨师的心跟着你一起回家 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希望你满意啊 如果说你开始回到家吃 或者在办公室里面吃 赞开了笑容 我想他的心肺应该就会放下来了 对对对 这真的是觉得那个心意就是 他们做这样米其林的餐厅的时候 在最后一刻 到达你的心意 他们都是非常完整的呈现 这是我们讲这些米其林片当的时候 特别要跟大家讲的一点 对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 我就觉得可能在疫情过后 搞不好这样子一个 在疫情期间杀出来的通路 未来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一些 我觉得他很多的效益会回来 希望希望这些餐厅都可以 好好的跟我们一起努力下去 是的是的 大家要用力吃 OK好非常谢谢许心怡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by bwd6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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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